大家在外出時會否看到有些人手拿著一塊很大塊的物體 看上去又不是手機又不是收音機 但又會在聽音樂部機 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它叫做DAP音樂播放器 專門是給一班追求高品質音樂體驗的用家而設 如果準備想玩DAP的話 又有要求 市面上有些DAP的定價就會有少少略高 如果預算低一點又有甚麼選擇呢 今次這條影片就和大家介紹新成立的音響品牌Etifo 而他們今次這個品牌就推出了DAP 這個名字叫做Etifo P1 是他們首部的DAP Etifo P1就內建Oltac Core 8核心處理器 而DAC方面就用兩顆美國的ES9219Q高性能解碼晶片 就會有一個比較出色的音訊處理能力和功耗 對應最高32bit和DSD256格式取氧率音樂檔案 亦都支援MQA Full Decoder 而本身Etifo P1就是在行一個Customize的Android系統 傳輸方面就支援2.4GHz和5GHz 支援3.5mm非平衡和4.4mm的平衡輸出 由於Etifo P1在使用Android系統 變相機械會有Google Play Store 如果你想玩遊戲或其他App想用的話 也可以在這裡下載 除了本身可以下載串流音樂App之外 亦都可以看YouTube、Disney Plus、Netflix 今次我就用AirPods Pro去試聽聽歌 但因為它本身是支援AAC編碼系統 相比之下其他品牌的藍牙無線耳機 在品質和細節的處理上就不太細緻 而另外一款耳機就是Avior TEW1 而它就支援AAC、SBC、LDAC的制式 相比之下就比AirPods Pro的制式更多 今次試聽的歌曲就有廣東話歌 首先就是黑玻璃和至少做一件離譜的事 日文歌就有安田里的Not The End 和Yosabi的滑曲Tabu 用AirPods Pro出來的感覺就是人聲會比較突出 背景的樂器聲和整首歌的細節也有出道 我覺得樂器的表現更加清脆 至於用TEW1 本身是有用到雙動圈的設計 所以在重低音的表現是一定比AirPods Pro更加好 例如Not The End的重低音部分是非常震 和有層次感 以及會做到一個衝擊感 中高頻的聲音就不會太做作 而是清晰比較自然 Active for P1在播放上最高就支援32bit PCM 和Native DSD-256 亦都可以播放不同種類的無損和Hi-Res格式 另外Active for P1支援藍牙5.3無線傳輸 如果搭配和支援Apex HD L-DEC和LHDC規格的藍牙耳機 可以支援24bit 48kHz的高清取氧輸出 同時亦都可以用Wireless的方式去聽歌 變相可以適合一眾 是經常會帶無線藍牙耳機的用家 Active for P1就加入了AK獨家的DAR聲頻技術 透過將音樂進行採氧略的聲頻處理 就可以令到用家很輕易和簡單 聽到音樂入面更多的聲音細節 而機身外型方面 Active for P1就採用了白色配銀色的金屬機身 結合聚炭酸脂和鋁合金的磨砂材質 配上磨砂的質感 摸上手是非常順滑 而且是一種時尚的簡易風格 機身採用4.1吋屏幕 而整個重量是155g 但外出或放入褲袋亦不會嚴重 如以往的iPod 可以輕鬆地做到單手操作 Active for P1的機身左邊 會有音量調校 而右邊有電源開關和播放暫停 其他位置除了可以安裝MicroSD卡 如果本身用家不用MicroSD卡 也可以用USB-C 把電腦的音樂傳輸到DAP 加上機身本身內置64GB的儲存容量 所以就不會說不夠位置擺角 充電方面 Active for P1就用USB-C去充電 而整個DAP的電池容量是高達2700mAh 充電時間就大概1.5小時 最多是可以續航到20小時 我認為3000元可以買到AK的調音 而且UI也不錯 用上手非常順 加上單手操作 用上手就比較方便和直接 以一部Android系統的DAP來說 過程的動畫是做得比較順暢 另外EQ方面可以調節的部分也非常仔細 因為我以往用開的DAP也不會有那麼多選項 所以這一方面是值得一提的 今次Active for P1是可以用USB-DAC波羅電腦 用DAC去連接電腦 再用DAP出聲 第二個功能就是大家也知道可以Line out接耳礦 一般的DAP就是可以用Line out接耳礦 然後再出聲 看看你是否想怎樣出聲 第三個功能就是藍牙DAC模式 比較直接 用藍牙去連接手機 再透過手機播放的歌 經藍牙傳輸到Active for P1 再用DAP裡面的解碼做一個輸出 我講講我自己的feedback 今次用DAP多數都是在街上 帶著耳式耳機 當然是可以隔絕到一些噪音和街上的一些雜音 亦都可以享受到DAP帶出來的音質 我覺得人聲比較清脆 尤其是聽到女聲 亦都可以感受到柔和 而且是不會太遲異的 另外音質是比較細力和圓潤 層次感比較強 亦都可以還原音樂的一些細節 但我自己就略嫌低頻尾夠好 亦都可以加多一點Bass 或者做得更重一些 我自己就覺得這部DAP在音質方面 在聲音上面的取向是比較中性少少 而人聲上面就比較單薄 如果本身它本身的音質不太適合大家的話 仍然都可以用DAP裡面的EQ模式 去調教自己的喜好和口味 變相就可以聽到自己喜歡的歌 亦都適合自己的喜好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部Active for P1 有甚麼意見呢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你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個頻道 歡迎subscribe,like,share和comment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觀看